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很好 他第一段就很好的去指出了这个观点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他在第二段的时候 他就做出了他的第一个论证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论证段他的观点是 It can improve student quality of life 就是说他能够去提高我们学生的生活质量 所以说这个点就很好的呼应了我们的大学应该去花更多的钱在学校的硬件设施上面 所以他可以说是非常窃急的这个主题 那么在第二点他说 second students can make more friends 就是说通过我们学校的一些社交活动 我们的学生可以在大学里面认识更多好朋友 那么他第二个argument他也是呼应了我们文章中的学校应该花更多的钱 投入到我们社会活动上面去 所以他也是呼应主题的 所以很好 这两个点就很好的把我们的题目把它给融合在他的写作里面 那么我们再来看他的第三段 第三段是一个总结 他说 to somehow if university invest money in social activities and facilities it will not only provid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study but also provide a good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make friends it can also attract best students 所以说他在他的最后结尾章里面 他总结了他前面两端的一个一个观点 第一个是我们大学投入前就可以让 就可以不仅提供学生一个很好的环境 那么还可以去提供一个平台让学生去交更多的朋友 去吸引用的学生 然后他最后说 there are many benefits 就是说我们的学生能够从里面受益匪浅 所以非常好 这个结构是非常清晰的 从开头段到两个的argumentation 然后再到我们最后的一个sum up 所以说这个文章结构是非常紧错的 所以呢在结构方面是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一些很小的一些语法错误 然后并且要注意一下我们文章句子的句子之间的这个逻辑的这个连接 然后一些单词评写等等的那些错误 如果把这个错误再改进我觉得那么这一篇作文就是非常好的一篇作文了 好的十分感谢马老师对我对别人的作文的评价 那请问我们我现在作文水平就是大体上来说有什么很致命性的错误缺点 我觉得你是要提高的就是说你的语言表述 就是说你要尽可能用简短的语言去把你的一些论证说清楚 然后并且要让这个句子变得很完整 让别人就是说我们记得主语位语兵语它是全的 因为你可能有的时候写写的时候可能比较粗心 然后就没有注意到就可能去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这一篇作文我觉得我可以给你打一个18分到19分 18分到20分这个样子 对 先帮老子姿的评价 有缘再会 谢谢 Hello Louis Hello Mr Robinson So please comment on your own essay please 好的 在此之前我先感谢一下马老师向我给我的作文机的评价 然后现在我来带大家总结一下我给你们这个作文的优点和缺点 首先我觉得这个作文最大的缺点在就是有很多零散的语法问题 因为可能是我的应语能力不足导致 所以说导致这个作文写的还是更像一个中国人来表达的内容 然后其次第二个优点就是词汇量 可能是词汇量不高导致我很少会用那些 比较fancy的word 对对比较drama的word 所以说就是让这个作文看起来让真高老师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新颖 看起来比较普通非常normal 然后我来总结一下这个作文的优点吧 就是我很刻意的也不是刻意吧 就是unconscious的使用了一些短语及虫句 这可能会让我这非常平衡作文 发现那么一点点特别的地方 就是会让这个作文变得非常的attractive 是的 you're right 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 就是我现在的条理会比以往更加清晰 所以说不会让这个作文看完过后 不知道剧节内容我也会去举相中的例子来论证这时候讨论的问题 好的谢谢 Hey Mr. Robinson Hi Mr. Lewis Long time no see you I'm so miss you Oh me too And you look so sharp today I'm so happy you see this So today I'd like you to comment on my Tufu writing essay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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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好的 今天我向大家来评论一下 就是我们Mr. Robinson写的这篇Tufu写作 我们先大概评论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写的是非常的flawless 从一段开始看 第一段他直接总结了这个观点 他是十分同意大学应该把更多的钱放在这些社交活动和收视上面的 然后他也在第一段上面写出下两个论证点来为后面文章做铺垫 然后第二段他也直接表明了主题剧 并举了相关他自己的例子来证明和论证他所想表达的观点和建议 所以就会使得我这个文章变得非常的commensive 对吧 对 这篇文章我看的时候就直接就是amazing 然后这个文章呢他用了非常非常多 就是我刚才说就是比较高级的词 对非常的high quality 就是会让我这种读者感觉就是这个选上有非常高的音水平 然后他并且是非常有能力来写这一篇头部阅读的文章对他来说 Can you comment on my second point 好的我们来看他的第二点 他的第二点和上一段一样也是直接说出他的观点 并且他还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讨论这个文章的 他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经历来讨论这个文章的内容 极有力的证明了他所想表达的认真点 所以我们古人说叫写作是高于我们生活之上的对不对 OK OK 然后最后一段呢 最后一段他并不像我那样嘲嘲了事 他还是用更多的文章来形容来放 来就是运用了一个叫application 然后去把它给总结了一下对不对 对会让我这个读者觉得很加新颖 会让觉得他与别的写作别的学生不一样 他会有更多的写作技巧和手法来去修饰和美化这篇文章 OK so Mr. Lewis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so what specific score can I gain for this essay 就我觉得这篇文章以我的视角来说 他可以拿到一个二十四二五分的文章 但如果他再加一些更加有深度的话 对或者说加一些更加修饰的话 来修饰这篇文章的话 可能会拿到一个甚至二十六二十七的分数 所以说总体上来说这个文章是非常好的 对他这个年纪来说 好的谢谢 您好马老师 您好银老师 您好银老师 很高兴您来令人寒舍来教到我们 我和孩子们来托福写作 没有没有今天能拿到这个地方是我的荣幸 然后今天我来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目的主要就是说 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能够让你们孩子们和您去提出一些批判成的建议 让我的文章看起来什么 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 您来此寒的时候对我来对我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 是夸他气死了 那请您先 行行行行那我就开始了 好那请您请 好谢谢 好那今天我的主题就是说 为了去吸引我们更多的好学生 我们的大学是不是应该花更多的钱 在我们的这个社交活动上面和我们的 和我们校园的设置设备的这个 那么在我的第一段当中我就直接提出了 我的观点就是说 I agree with this idea 就是直接点名我的观点 我是同意的 那么在我的 在我们的后面两段当中 我就是分别为了说两个arguments 去支持我的第一个论点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social events are crucial for your life students 为了让这个argument变得非常的convincing 那么我通过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学心理学的学生的专业的学生 他们会在课堂上去学到很多一些知识 那么如果说他们没有一些社会活动 去帮助他们去加强这些知识 去应用这些知识 可以对他们所学的知识 有更深一步的认知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学校给他提供一些social events 他们就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应用这些东西 那么这很显然对他们未来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说通过这个例子去支撑我的这个大观点 那么我的第二点同样 我先说了 advancing facilities can bring students great atmosphere 让他们每天工作的positively 那么同样如果说我只说这一个例子 那么我的这篇文章会显得非常单调无畏 那么在这个argument上我加入了一个我个人的真实实力 在我以前的学校他们的硬件设施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我的学习动力可能就不是那么的足 那么通过当我来到新华公园以后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设施设备都特别好 所以我每天都是充满的positive mood 去采用我的一些学习活动 所以说通过真实的一个案例 然后去进一步的去支撑我前面这个观点 所以说当然就可以让这个两片非常的convency 那么在我的最后一段当中 我也是抛弃了我们的传统的写法 去运用更加心意更加attractive的写法 就是说我运用了一个叫reflation的一个字 reflation 就是说我先去支持我说反通这个观点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大学应该在其他方面去多花点钱 那么我先说他们的观点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 也并不是全错 但是然后我写到中间一半的时候 我就画风一转 我说但是我这个观点的优点 还是比你这个观点的优点要多得多 所以说我们大学应该还是采取我所说的这种观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点 那么除了这些优点之外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缺点的 那么比如说我的一些语法的问题还是有一些多 那么这个可能会影响了我的这些语句的完整 以及别人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的感受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我的这个句子和句子interconnection 我觉得还是会欠缺一点 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我下一个阶段的练习当中 需要去主要去攻克的一个点 那么总体来说我觉得这篇文章我写的还是相对比较满意 然后我给我自己的打分大概是18到20到22这个分数区间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 好 感谢马老师对我们这次课的教授 今天到这个地方来说可谓是叫受益飞浅 不敢的 不敢的 好 希望你下次再来 好好 那也希望您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一些机会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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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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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